挖掘新闻内物 挖口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宜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挖 为你介绍今天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媒体人罗友志先生 第一位是党政记者黄伟涵先生 第一位是我们的知名作家廖惠云老师 以及另外一位也是媒体人戴志杨先生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今天要讲的是无所适从的台湾特有文化 这是特有文化吗 我想是因为这一阵子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还蛮多的 那么这个尤其是情杀案 那么从张艳文之后 新竹城后面也有一个 多年男也有 高纸也有一个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未来的男性朋友 如果有女性有人跟你哭诉 他最近失恋 你搞不好不太适合安慰他 因为被误杀的几率很高 或者是他需要你帮忙搬家 你搞不好要多找几个人 也就是说人的情绪已经紧绷到这样子 那因为 记不记得在正节的时候 因为父母不闻不问 大家其实对那父母是有所谴责的 那么张艳文这个 被已经关进去了 那被他杀害的这个女孩子 也经历了头七 结果张艳文的哥哥 26日特别到那个灵堂前 表示想要亲自道歉 但被家属拒绝门外 后来这个林小姐的哥哥当然讲 人都走了没什么好处 也不用来道歉 因为更会刺激 对不对 那么因为 死者亲人都在忙法会 家属婉拒 哥哥的道歉 得不到被害人的谅解 哥哥跪地道歉 就算隔着口罩 还是可以听到他一直的唾气声 他甚至于说 可以帮我转交白包吗 拜托你啦 然后呢 他说帮我转交 不好意思 那么带来的白包跟花束 送不到临位前 他情绪崩溃 张艳文的哥哥就一直说 对不起 这是 其实这儿子也很危难 两者都不好过 自己弟弟做这种事情 那我觉得 对张艳文的哥哥 我想讲说 你到了 表达了 OK 本来人家就没有必要接受 对不对 对 人家不一定要接受 对 那所以 可是你有到了 你有表达了 这件事情 也就表达了 对啦 对不对 到临堂上乡 是给自己一个安慰 我觉得自己对方 我觉得没那么重要 因为我看了那么多的命案 因为我跑了命案的 到临堂上乡 光这四个字 我刚回东森去 把那个资料方面一找 随便也四五四拖 我们看多了这种场合 可是这间 中间我们特别讲说 这个特有的文化就是说 你去人跟你说你做笑 你没去人跟你说你都不问不问 那么这个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文化到底需要我们怎么做 要去啊 可是我就想说 那个家里有被害者的话 刚开始这种反应 也正常啊 正常啊 我是觉得这样子 但是如果就是说 等于说加害者的家属去的时候 去道歉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也关乎以后良心的轻重 还有和解的数目 什么好谈什么这些 有和解那个刑期是不是才会 稍微会考量 所以我觉得 加害者的家属去的时候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 你去你不要我一再一再去 展现我的诚意 最后能够谈了 对不对 那可能 我想他们 我不能讲说没有这个目的啦 但是去那种 就是总比没去好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还有一个 就是说因为有都交给 专业的礼仪公司来打理啊 有没有可能家属不要亲自出来接待 就有礼仪公司的人出来处理 也是一个缓冲嘛 要不然的话其实 都很为难啦 你真的都没来 跟 自意 我觉得 其实家属心情我觉得也很复杂 对不对 就是两边啦 因为你看 我们现在是站在家属立场来看 那你如果对站在 自意者立场来看 今天一个 任何一个 譬如小冬瓜出来好了 小冬瓜出来接待 我会觉得说 家属怎么说 隔一层杀 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家属不愿意接受 是不是 如果站在我自意者的立场 我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圆满 那我只是 我觉得要看自意者他的心里 我觉得张燕文他哥哥是满心愧疚 我看到那个画面跟那个 那个不会是假的 那个是 那个眼泪不是逼出来的 那个是 已经身心煎熬到个地步 我觉得他的心是多么希望说 你能原谅我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啊 这个过程 你要让人家一个原谅 我跑了新闻这么久 大概就十 我看也没有二十分之一 我有看到领导里面是好结果的 他也没说原谅 他也说 他不敢要求原谅 他真的是代表家属 代表这个杀害者的家属 来表达歉意 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很清楚的 不被接受那是很正的 而且我觉得这还要分好几点 像刚有次讲到 我们像我们在跑车的新闻里面 这种画面 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会遇到 几乎了 那其实在我的这个经历中 我曾经遇到过那么多次 但是我真正碰到 有家属有原谅过的 就是一次 真的是一次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要看你家属的那个宽容度 跟你对这个事件的思考 也就是说与琴 被害者 被害者家属 本来就不可能去原谅你的 我也不必要去原谅你 因为这事后都是交司法解决 那家属 不管是本人 你没有把我的女儿当人 我还要用神的这种宽容 去对待你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很正常 还有反应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 去苛责或怎么样 但家属 我觉得刚刚老师点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家属 有心机的家属 很多 然后尤其说 不管是你还有机会出来上乡的 或是有家人出来的 那很多人都在寻求说未来的量刑 未来你有没有和解 然后有没有到林前上乡 有没有跟家人道歉 这个都是关系到后面的量刑 那真正诚心诚意出来说道歉的 其实还真的不多 我就说以本人来讲 家属当然也许他真的是考量到 我的家人犯了案 那我真的他没有办法来质疑 我来替他质疑 但这个东西也许他是真的有心 但家属要不要去接受 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当别论 上次大家应该还记得郑杰 他在捷运下人事件的头期那一天 他爸妈妈是跑去江子翠捷运站门口 在那边对的 他其实就是捷运站的站体 然后献华对不对 然后跟记者哭嘛 然后念了他们的声明跟信 当时就有很多人讲说 有那么多的亡者 那时候当时就已经有四个 你怎么没有到他们的林前 去跟他们的家属道歉 而是跑去跟一个水泥墙道歉 之后大家就有这样的看法 他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 谁做的谁单 是郑杰做的郑杰道歉 他他的爸妈因为可能教导上有不周 所以要跟社会致歉 可是也真的 如果你既然要致歉的话 四个受害者的家属 其实你应该一定的质疑 我还蛮肯定这个张燕文的哥哥 因为去死者的林前上乡致意 并不代表说我做完之后 我就解脱了 然后你就原谅我 不一定是原谅 我们今天有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要有个修杀 这一代是没法修杀 我也要去修杀 就是说我今天我的弟弟 不是他哦 是他弟弟杀人家林佩生 那弟弟现在被收押 不可能去质疑 弟弟也不一定想质疑 可是我当哥哥 我爸爸妈妈 没有把我们这个弟弟 跟这个交好 那害得你们家失去一个女儿 我去了 我希望能够给白包 我希望能够给花 我能够质疑 你不让我进去 我也不愿恨 但是我在门口磕头 那你要说 他是不是为了以后的 这个所谓的有心机的 加害者家属 希望能够量刑降低 可能那是后端 律师的一个 可是不管是不是 我都觉得应该啦 因为你跟人家台试嘛 那你应该去做嘛 那至于你去了以后 家属不让他进去上架 我觉得也不用苛责 因为他当时 现在才一个礼拜 对 我没想到看到 这个把我们家台试的 相关的 把我们家台试的 相关的人 那个人的狗狗 也要你带他回去 他们也没有咒骂他哦 也没有说 你带他死回去 没有 就是就没有让他进去而已嘛 所以 虽然这个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所谓无所适从 是很难 所谓为难 不过 我的看法还是蛮直接的 该做的就要做 做错的就要道歉 杀人家女儿 那哥哥愿意去帮弟弟 这个悔过就去 人家不让我进去 我就在门口置疑 其实说在 如果是我啦 或许再过一阵子 没有那么多记者在的时候 我还会再去 也关心一下 他们之后的生活 或者怎么样 因为毕竟是我的弟弟 让你的家庭 从此以后不再一样 谢谢 而且我和你讲到一个 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讲说这种 在台湾 犯罪被害人 最近这几年 是比较有一点点保障 所谓就是说 被害人 如果就是遇害之后 我们的那个 就是法务部队会提拨一笔 被害人那个 救助金给你 以前是完全没有的 那如果我们碰到说 今天是一个环境 家里环境比较差 我们就讲说 像林佩甄好了 她妈妈是打零工 然后帮她一路养大的 那好 那林佩甄 她可能有些收入 她是要支付家里的生活支出 那我们这些加害人 在欧美系国家 包括日本 他们在求储量刑 还有赔偿上的时候 他们是开始一年一年算 譬如说 小代我今年遇害 我20岁 我现在有个工作 月收入5万块 他开始算你 你可以工作到65岁 每个月5万块 然后你可能还有升职的机会 然后再多加一点点 然后你可能还有什么 其他金的补助钱 那个是一大笔 它是要你 加害者这边去负担的 那台湾不一样 台湾就是一次赔偿制 可能法院判下来 真的一千万 真的五百万 一次就赔偿制 所以很多的加害者 他可能就想说 我就来赶快道歉 我就来赶快去谈和解 我能够一次解决就算了 但是有多少 这些家属会能够想到后端 譬如说 这个被害人家属 被我的小孩杀死 那他们全家的未来怎么过 他们会不会想要后端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你道歉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说 你可以真心的事后 去跟他们谈说 好了 那我儿子犯了错 那我做父母的 我出来替他承担这个责任 那如果你也愿意选择 原谅我的话 那未来 譬如说他有小孩子 上游这种高堂的 没有办法去过他后面生活的话 我来去讲说 怎么去协助你过未来的生活 法律有要求的 大家都赏嘛 各况法律有要求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点 所以那个都奢望 没错 其实说起来 这个讲得有点简单 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 都有点复杂 真的不太单纯 怎么说不太单纯 就是说 我的看法是说 发生事情 老实说那孩子成人 他应该扶他的责任 但是通常我们这个社会上 是有要求 就是说 你其实也有一些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你要去人家一个社会 但是如果对方拒绝 那你就不要去了 要尊重人家 你比方用强迫 说我们要来做欧阳 其实去看 其实也有减低自己 在社会上被批判的压力 如果说有了 人家有去 那这些小孩常常说 这样的事情生了 没来 没来没去 没来没去 都没要插人 那可是 就是说如果 你这个去道歉了 那你未来他的家庭的一些 比方说赔偿 或者是补偿 你也愿意帮忙一点 你也要看对方 对方有些人不好 不好处理 那个很怪的 对对对 你知道 你给你盯一死人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那个事情的分寸拿捏 其实还是很重要 而且很困难 对对对 我们先休息进行 就不能罢了 那有个家属也很不明理 对对对 不明理你也就职人了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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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刚刚讲说 那个事情的复杂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林小培 他不是酒驾吗 好多年前 他壮死了一个护士 叫林淑娟 其实我觉得他事后 有一些真心意的道歉 然后他说 他天天到林淑娟的灵堂上 想天天 后来把这个 收银杂 是 希望他能够 弥补自己所犯的过错 那警察官 你解剖林淑娟的遗体的时候 结果林小培没有去 林小培没有去 解剖以后 死者的丈夫突然情绪失控 对着前来采访的记者大喊 林小培不是人 他禽兽不如 我老婆死了 还不付伤障费 其实兵佣是有去看 事发到现在 死者丈夫李国瑜 还平静的要林小培 好好保重身体 但没过两天 就对前来上乡的林小培态度 很大的改变 说他是杀人凶手 他还说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我老婆回来就好 我妈那有冲突 他有说我什么都不要 结果他又讲 我老婆死了 他还不付伤障费 两边的情绪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普通人去想 你知道那个 家里死的一个人 又是至亲的时候 那种痛跟那个脑筋里面的那种变化 跟你那种压力 我们是一般人无法去想象 而且刚刚红衣哥讲的很好 那整个社会的那种氛围 你无法控制 就像当初那个 淡水的那个 有一个小 王洪伟 杀了那个 他女朋友 女朋友176刀 第一次他被判无期徒刑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深有悔意 检察官他认为他深有悔意 而且他家修 他妈妈还代表他到家里面去上乡 去道歉 他们也看到这整个过程 那检察官认为说他们已经和解 而且那时候有谈到金额 那时候我既然八百多 八百多 那也是情杀 这也是情杀 我说的是很多的社会氛围都会影响这个 那好 因为因为我接受你来了 然后结果你无期徒刑 捡回一条命 无期徒刑 你再读一拨 假释良好你就能够抓了 那只是因为他有到临堂去 好 那你这个另外妈妈会不会想 那如果我放他进来 是不是以后也会这个样子 那事实上王宏伟后来呢 王宏伟后来在监狱里 他妈妈去看他 结果他跟王宏伟探监 他妈妈跟他讲说 好 我现在跟那个张亚林他家已经谈好了 说那我们就八百八十万解决 我们给他八百八十万 你说这样好不好 另外那个王宏伟印一句话 他说 先不要给 我们先看看他们的态度 是什么 有要再找 我们再来杀架 先看状况 结果因为这一段录音 结果陈唐正说 法官一看到 你根本就是看钱嘛 你前面那个上香什么都是假的 后来才判他死刑 洪英哥我意思是说 哪一段才是真的 还没啊 到现在还没达到啊 这两段前面这一段 第一审跟第二审 哪一段是真的 我想请问哪一段是真的 你在那个现场的时候 你自己我们试想 当然这不要发生 比较好 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人 被某一个人 用不正当手段 杀了 你那个压力有多大呢 你不要现在跟我讲说 我那时候一定可以理智的原谅 什么什么什么 费死联盟一定会说什么 我觉得都不要跟我讲这个 都不要跟我讲 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情绪 是你在那个时候是无法控制的 那再加上你前面这N4的新闻事件 放在你头脑 很多人跟你讲 不要哦 不要严重 你严重会跟那个 官方的事情同样哦 你知道 我在心里面想要讨回公道 但是讨不回来 我又记得说 以前有件事情 让他进来之后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女儿白死了 你说怎么去 还有特别是那个解剖师 我现在说对林淑娟的先生 当然爱妻被人家撞死了 那真的是心情是痛的 没有办法恢复 也很也很不能原谅林小培 这个我理解 现在说如果因为酒驾 不小心撞死了这个林淑娟 到底他要那个精神的补偿 要到什么程度 要到什么程度 他领躺上乡了出病去了 然后解剖说没有去嘛 那未来呢 未来清明要不要去 嗯对 到底是要到什么程度 其实这样的 我不好意思 那个 我怕你孙就不一定 每年清明都会来 他不会说啦 他就是说他做错了 到底他要他要 到什么程度 到什么程度 清明都有人又去 我觉得又不是又不是亲人 又不是什么东西 我认为就是说 应该去了表达诚意 但是人家没有跟你要钱的时候 你还是要表达说什么 我你现在需要怎么样 或者说我能来谈一下 我觉得加害者要先谈 不管怎样 就加害者要先谈这个东西 你说商商会没有付 就是你来几个桌 你就结果可能可能 对吧 你也没说要付什么钱 付什么钱 我再说一遍 其实虽然他是 加害者 他喝酒一样都是 但是老实说 他每一遍的压力都很大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一定没有好脸 是给你看嘛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等于说 我认为 你做的这个措施是意外 对不对 不是特别加害的 不是故意加害的 可是毕竟也是错误 你害死一条人命 对 所以我觉得 那是必要承受之恶 所以你让草民 要怎么 那个本来也有 压力多到你还是要去 人家死了一条人命 而且解剖那一天 你知道亲人火化 亲人解剖那是最恐怖的 不过我说实在 他刚才没人说 法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我负 我负 其他道德责任 到底要负到什么程度 对 我跟你说 是不是先 如果先谈到和解 有的用意 有的钱负 对 但是据我了解 林小北不是那么有钱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态度也是必要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有钱 你的意思是说有钱 有钱就比较败 有钱就比较败 如果我去 你让我炒面对吧 我又去过了 不然我就看了 看多少钱 就是再来说 有的人是 就比较败 但是我觉得林小北应该是 我觉得因为是女性 所以 其实在那个 在那个 生死这个关口上 他会比较 我觉得女性 是比男性感染性大一点 会比较 那个创伤会比较大 不管如何 我觉得他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 我什么都不要 你只要还我一个老婆 会有还到我谁 那是企划 那个你把他当作企划 我们看过那么多 这种刑案发生 其实我们发觉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刑案发生 当下或之后的两三天 就被害人的家属 常常可能还处于一个 对 混乱中 混乱中 第一个他可能还 他不相信他 他不相信他亲人死掉 对极度悲伤 他也不相信他亲人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 也许我去跟你 上香道歉 或者是干嘛 爬进去 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状 头脑还变混乱 好好好 你这样就好 但突然间解剖 我刚刚老师讲的一个东西 解剖那时候 欸你看到 对自己在那边切割 切割的时候 或是出 就是告别式那一天的时候 解剖家属一定要在旁边看 要 对 所以你看 你看那个自己的亲人的遗体被凝职欸 非常残忍 你知道那有多大的震撼 不能在外面等吗 非常残忍 那多震撼啊 对都会要求 家属不要在旁边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 亲人最不能承受 所以会突然够抓起来 就是在那个第一刀划下去的时候 那如果我不想解剖 你一定要解剖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看 现在不行了 不是那个一定要解剖 现在解剖 是检察官说要解剖 那可以解剖 我们应该有权力要求 不要自己不要看吧 不要看啊 没有啊 那可以找是怕事后说 你解剖 我只要任何一个家属就好了 要直系吗 对没有啦 任何家属都可以啦 对 所以说你看那个 即使你不要说你不进去看啦 你在外面等待 或你想到你今天 真的解剖是很大的 整个外面等 跟在里面看 还是一样 你那个心情是最 解剖室啦 然后家属会在一个解剖室 会隔着一道沙门 那个门 会有法医跟检察官 他会在里面 那妈妈 你不想进去可以 但是你会在门口 你会在门口 你想想看他在背零食 那里面的所有声音啊什么 你都会听得到 比如说他跟他讲说 这个毒现在没有到胃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胃啊 什么 因为都要录音嘛 那胃上面没有黑 你做个妈妈的 在外面就完全听到你小孩子被 我现在把肚皮化开 我们现在把肚皮化开之后 我们检查胃有没有黑的成分 那有没有胃出血 有没有被围殴 治什么什么 有时候还会把头壳拿 对啊 那个都要灭出来 那像那个 42秒被打死的这位警察 也要被这样解剖 对啊 你看你解剖的时候 我就让你想想 看他怎么上啊 就是意外死 头颅受伤 那比较恐怖 因为法医要拿小电锯 要把头颅切开 这次在酒店门口 要这样处理啊 那你自己想想看 你当那个电锯声音一起来的时候 我不追究死亡原因 我就认了 这样不行吗 因为死亡原因 不是只有你的事 是事关更多的其他五十个的事 你必须要看 那个头骨 那个凹痕是什么 他要让你确定说 是不是这个 他可以把你头遮起来 他可以把一个 譬如他可以拿一个白布 把其他的东西都不想给你看 但是那个敲凹进去的地方 让你看 就是这个地方凹 你看到了吗 然后里面受损 脑部受损的程度 你不想看人家血肉模糊的 他可以把你遮起来 但是致命伤你必须看 譬如说 你是被割喉致死的 他前面这边都可以盖起来 我可以委托律师去看吗 可以啊 但是通常他最后会说 妈妈 你进来看一下这个刀痕 我把你前面盖起来 然后留这个给你看 好不好 你可能进去看一下 光看到内痕 你适合还是去拒绝 你不要以为自己心脏有多强 哇 所以你说家族会不会俩工 一定俩工 所以一定俩工 尤其是解剖那一天 所以到底这五十个招 抓齐了没 没有齐了 还有几个还没到 因为你那个录影带没有整齐到说 大家定格说 这个东西我敲下去 因为我刚刚说嘛 妈妈看 薛珍谷的老婆 可能已经看到这个洞了 那这个洞 他也确定说就是致命伤的 看到了 看到了 那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确定是黄伟汉造成的啊 到底是谁敲下来这个东西 还是我敲的 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洞了 那到底谁敲下那个洞 举他举他 说实话 因为我也照过所有的新闻 其实那个场景 那如果是你的亲人 特别是子女 对啊 你弄不住 弄不住 他那是一个外交的平台 对 然后大体都没有穿 放上去 然后呢 他要解剖的地方 有些解剖其实是大体挂到 对啊 所以你现在可以 就是同理说 像那这个小虎子的老公 对 我非常能够了解 对 因为那些解剖他没去嘛 我曾经看过一个警察的小孩 他是警察 他看到他自己小孩被人家刮那一刀 他进去的时候 他说这看多了 他小孩子也是意外 他说我看太多了 他进去 我讲洞一哥 里面就是传出嚎桃大哭 你看多少 你看多少 对 所以那个是你太派了 我人也疼你这样 你看多少 真的是那个心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连情绪都会出去了 所以解剖那些 接下来还是要讲一个 台湾特殊的话 是从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女朋友跟你分手就要把他杀了 尤其是今年了 这已经 就是 大陆的朋友 日本的朋友 香港 新疆朋友 都觉得台湾男生是怎么了 好像 所有只要 发生了那个 分手事件 天崩地 不是 而且 而且 你看 城隍庙那个也是 这一分手 这女生就不能跟你分手 对 那美恩姐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 每一件事情 包含像跑军事新闻 如果你哪一阵子 有飞机的失事或空难 全世界都会有积温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一阵子就会特别多 有好多失事 那这应该跟郑杰有点关系 有 因为郑杰他是因为 小时候有一个喜欢的 这个班上的同学 他跟他甚至表达说 希望跟他有谈恋爱 对方拒绝 对方的朋友也羞辱他 所以他后来才一直要干一个大事 让对方 注意然后后悔 而且还嘲笑他 对那这一个事件 让很多遇到情观的男生 模仿郑杰 有为者亦若是 那你看这个张燕文 他也说啊 他也去观察啊 然后去找了郑杰相关新闻的那些素材 怎么去买刀 什么刀比较怎么样 那问题是他最后不一定会做下去 可是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可能有很多如果你喜欢的女生拒绝你 或者是你在一起很久的女朋友要离开你 你或许也自己有一些激动的事情 你想要做一些你以前不可能做 然后毁灭自己也毁灭别人的事情 先静下来 先不要去想说那样子就很痛快 那一而再再而三的 郑杰之后张燕文 然后新竹庙口 一个一个接着来 大家都觉得说 因为我过不了这关 所以我要让你一起跟我过不了这一关 这种毁灭的东西是会互相传的 所以我们应该全部都告诉大家 不要这样子走 那这个台南的这个呢 因为是女方的母亲有最高警戒 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 就亲爱的父母都不能轻忽 儿女的交往对象 跟他告诉你说 他被对方恐吓 或者是对方有什么恐怖的行为 或者甚至于说 小孩要去分手谈判的时候 一定不能落单 因为这还好妈妈有跟得去 那这件事情是因为 这个少年怀疑前女友劈腿 相约在公园谈判 然后呢 结果忍不防地吃到猛刺对方的胸部 还好陪同赴约的女方的母亲 尖叫要女儿逃走 两个狂奔到 刚好对面是消防队 我觉得 会不会以后我们谈判分手 就直接约消防队的前面 其实我的 我觉得 你不可以这样 如果要谈就这样子 这才代表诚意 而且说实在话 美人姐没有什么 只会约出来谈判分手 出来分手就是分手的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以后再也不要 不需要谈判的 没有什么谈判的 谈判只是加深大家冲突的一个动机 或机会 那像这一次 这位受害女子 就是消息女子 她妈妈 我觉得她妈妈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非常好 我觉得大家 就是有小孩的父母都应该这样子学 因为这位消息女子跟这位少年 小妈妈 对小妈妈 小妈妈她 她女儿跟这少年在谈判分手的时候 她都知道 她都知道 所以她在分手的 就是在行凶的前两天 她还特地约这个少年出来 然后还到超商一起喝咖啡 然后还在询问说 女人分手的原因 然后她还安慰就是说 分了分了 你可以再找更好 一直不断的安慰她 那这个少年不接受 所以后面第二天 隔两天的时候 打电话要约这个 这个消息女子出来谈判 好 那谈判的时候 她妈妈就有警觉性了 就觉得她情绪可能不稳 OK 那我陪你去 也好在她妈妈陪着她去 否则万一在公园四下无人 那真的 一刀就阻止了 一刀可能就下去 就麻烦了 没有 至今怎么会这样 你要谈判的时候大家都抓刀 所以我们以前 你谈判要谈判 你带刀子干嘛 但是我们以前都会跟人家讲说 你如果要跟危险情人谈判的时候 要选在公共区 我觉得这是错的 选在消防队那边或警察局前面是对的 因为不然真的太危险了 下下之策了 对 下下之策 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已经那么危险了 我觉得下方队 不然我们都会用一个谈判式 不是不是 谈判局 没有没有 我觉得有一个那种分手咖啡座 OK 没有商机喔 因为不是警察局都有茶嘛 有有泡茶 泡茶苦 不是都没有人家苦 有些新民众会提供饮料 我觉得 应该有个分手咖啡座 OK 就在那边谈 没关系嘛 你要使用这样的话 你付费嘛 我就比如说你必须要这样 你要付费啊 辨明一下啦 我们的警察局 你修费 不是啊 他不必做这个 他不必做这个行业 他不必做这个业务的 他不必做这个业务的 要警戒 是啊 后来呢 所以警戒也要收钱 所以后面你看 不要太让警察太忙 那天肖妈妈在他们 他们两者之间谈判的时候 他妈妈还很聪明 就是站在他们中间 对就是刻意站在他们中间 可是那 他那个 还是对着他 把妈妈推开一刀刺到他 他女儿身上 还好他拉着他女儿 赶快跑到对面消防队求救 可是喔 说实在话 事后的发展 我觉得蛮令人意外的 因为事后这位少年 不是行凶之后吗 他跑到隔壁大楼楼顶 要跳楼 跳楼的时候 谁劝都劝不下来 然后 最后 最后现场的人不得已 又打电话给这位小妈妈 说 他要跳楼了 你可不可以把他劝下来 他妈妈 还出面 对 打电话给那少年 当场在那边就讲说 我女儿没事了 你不要自责 你也不要做啥事 我原谅你了 我原谅你了 你可不可以下来 对 那这位小爸爸更伟大 他事后还跟他讲说 我也不怪你了 去警察局看他 去看他 对 这个可能都不是你的因素 因为他可能有一些 家庭因素不为人知 就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 情绪不稳的原因 或者说你 你会这样乱想的原因 所以我也原谅你 小爸爸小妈妈很不错 你救了自己的女人 你也救了一个小孩 你看这个少年 他才17岁 杀那个 小姓女子这个 双亲离异 曾经殴打母亲 进官户所 按照布鑾是说 他从小其实 他就没有家里的温暖 对 可是现在他给温暖的是谁 就是他 小爸爸小妈妈 我感觉这样也改变 所以也许会救到他 就他真正感受 在我最坏的时候 竟然这个人还给我温暖 这样子会改变他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 继续抛弃他 对他难过 老师公以后 他出来以后可能 那个做的案子更大 而且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救人救急 为什么 你没有把这个小孩 急需安抚 他出来再抓狂 对 再来贪我们的女儿 有可能 对吧 不过当然我觉得 这个意外有个前提 前提就是 因为他女儿受的伤 虽然也虽然有点重 但还不至于致命 所以我觉得他们才有这种 这种 有的是把他达到他就不要原谅你 对 没错 这已经心胸很宽大了 所以你看现在 这个所谓小孩交往的危险情人 有的小孩是不知道危险的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个案例 那他是 他是原来有一个前男友分手的 但是那个分手的前男友 在他公司当那个小主管 所以他很多工作都要跟他一起做 又互动 那他刚好大楼的斜对面 住着一个男生 后来变成 他们就同一层楼的斜对面 后来就变成第二任男朋友 结果他就发现 他跟他的第一任男友交往密切 不是交往 就是互动密切 就不可以 就会开始摔东西 让他摔一样东西 不会说全摔 然后叫做你的绝对不能 就是说你要跟他保持距离 即使怎样 那女的就说 那我要辞掉工作吗 这个工作还蛮好的 人家也不可能辞掉工作 就还在炉的时候 这个女的就觉得说 那一天有个异性男朋友 不是男的朋友 不是男朋友 是异性男的朋友 因为他出去吃饭是老朋友 那他就觉得说 他要跟这个男朋友抱背的时候很麻烦 他一定会阻止他出去 所以他就含含吐吐的 在出去的时候跟他讲是朋友 可是这个男的本来就多疑 所以就一直在打电话给他 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 就敲门进去 开电脑 查他的电话通 发现就是男生 打过去是男生 哇不得了 那天怎样 就是把他的电脑电视 就是家里所有的 钱砸了 钱砸了 而且把他骂到不堪议文 但是没有动手打他 可是呢 因为住在鞋对面 那个体温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会想有点对方的体温 所以互相就又来往了 又搞爱面 但不是 就到他房间 因为本来就是男女朋友 可是就在这样做完以后 当他好好的时候 奇怪他也有体温 我怎么没有想到 真的 他好好的时候 好好的时候两人就好像他就说 他就相爱对他 可是 可是并不是那个 结果呢 等到那个 他做完以后 有时候就抓起来 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做完以后就够抓 就够抓 所以这样两个互相 互相提分手 然后女孩子竟然来 跑来问我说 贝老师 那是不是我的错呢 我是不是要遵照他的 等一下 那个男的朋友 是真的男朋友 还是不是 所以他就说 他的底线就是 你不能在我之外 跟任何男的单独出去 我单独业 我单独什么 那他 居然那个女孩子还写信来 就写一面进来 问我说 老师你觉得 我要听他的话 我就牺牲掉了 所有的异性朋友 我就听他话 这样好不好 还是说我要现在 应该要怎么做 我说你现在要赶快逃 趁现在他跟你提分手的时候 人家跟你提分手 你就OK 我赶快搬家 很多人吃醋 都吃不到醋 然后造成大错 对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危险 那个张晏文那天也是啊 那个帮他搬家 那个根本不是他男朋友 对 不问青红照白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女孩子 碰到这个东西 要有警截讯 然后我跟他讲说 你最少 就是离他远一点 然后半年内 他一定还在观察你 因为他还常常有时候 会跟他讲说 哎呀你最近很乖嘛 都没有跟其他男生出去 查他的那个痛脸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半年内不能交心男朋友 或者说 这病人要牺牲嘛 不然要让他完全死心 觉得你已经没有一个 我跟他说 这种男人 讲实在话 一定要逃啦 能分就分 我就叫他分 但是你分的时候 他还是会观察你 哪有时候跟男生讲话 就不行 但是就有这种人啊 所以这就是有问题的人啊 他以后生活压力有多大 对 所以我说你不能 所以你要跟女生讲 要有这个正确观点 这是不能在一起的 可是不能在一起 如果这种人 男生不能在一起 现在大概没有人可以在一起 没有啦 现在这个是太多了 有些男生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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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上太多了 真的喔 还好啦 很多但是不会那么多了 真的喔 咋不可以啊 咋不可以啊 你要怎么办 你要被告 我会去用人 我会看的是说 这个女生 我们当然不希望 我们的女朋友 或太太劈腿嘛 对 可是如果真正劈腿了 那劈腿了 人家要去要分手 那就分手了嘛 那拼了拼了 他跟别人比较壞 或是他刚好碰到真爱嘛 就是放手嘛 对不对喔 不是啦 现在是这样啊 现在就是说 重则发现他劈腿 或者没有劈腿 没有劈腿 拆了 对啊 你刚才讲 跟男生讲话就不行了 我交五个女朋友 我被人家劈三次 我到底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没有 那我就问你 除彩你 除彩我 你有问题啊 不是 不是 因为我回想那三次 我个人 我个人认为说 我为什么不在意 我也很难过啊 我回想那 那 像第二个女朋友 她是因为 她分手我跟她在一起九个月 她跟我分手那天跟我讲说 我在你跟你在一起之前 有一个男生 对不起老婆 又要讲以前的事 不要再生气 你别再说了 那个之前 有一个男生追过我 但是我先答应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我一个梦还没有圆 所以我必须再回去跟他在一起 原来这个梦 我再回来跟你在一起 我说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 你脑袋很清楚嘛 美人姐你知道为什么那么清楚 因为我觉得有自信 就不会去care这个事 我说 她说我再回来 对不对 我说你不用回来了 没有啦 其实她有两个交往过 还是觉得以前那个比较厉害 这样有比较吗 我觉得我刚才一直讲就是说 那现在大家如果一直在讨论说 在分手的当头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是 太慢了 已经买糊了 我就应该往前去说 往前去看 这怎么了 其实我跑去 台湾男生有那么爱吃醋啊 没有 没有信心 我发觉 一下下有个调查 男生的告白也不行 一个一个 就是说 男生现在是比女生弱的地方 就是说连告白的时候 大概有三成以上的男生 不敢再告白 因为怕被拒绝 所以女生觉得说 如果我喜欢这个东西 他没有告白 我去告白 拒绝也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 挫折容忍度的时候 那是哪三个人 你现在这么没主意 我不太知道 我觉得那个窄了以后 那个网路上的东西 他在虚拟的世界以后 他觉得要 因为你是真的人 那变化不是 他能够力量的 他就 就慢慢没有信心 然后我觉得说 现在的小孩子 是因为没有运动 还是怎样 就是说 他在性生活方面 就是说 就 快 就那个快闪侠 快闪侠 快闪侠 快闪侠很多 但是闭南语 快闪出来了 你把他当什么节目 我不是当英雅 只是我说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快闪侠太多了 我一直觉得男生 好像慢慢在觉得 我觉得自己 没有信心 我觉得其实 你相爱能够很好 要有信心 被批得上次 这个先讲 没有 其实我每次去采访 这种所谓的情杀 或者说男女分手 产生纠纷 我都常常关注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 如果说大家同业 或是媒体 或是警方提供的资料 没有错的话 我发觉有个共通点 他们都是所谓的这种素食的爱情 所谓素食的爱情就是这样 他们可能都认识不到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或是透过网路 搭上线之后 出来见面两天之后 然后去变男女朋友 然后变男女朋友之后 就热恋 热恋之后分手 去产生纱级 那可是我们就这样回想到以前 虽然以前那个年代 不见得说什么素食爱 没有 不是说没有素食爱情 只是说以前 都要瞎比喻 有瞎多久 对吧 你要批多久 你要用多久 可能追了一两年 但是已经双方彼此有好感了 我还不敢说出来 然后你看我 我看你其实都爱得要死要 我还是不敢说出来 在说什么啊 没有就是说你已经 是四季的时代 对 四季没错 四季是没错 但是世界越快 心则满 对 我跟你讲 就是说至少久了之后 你会发觉个性 也许可能前面那一年 我们已经爱得要死 后面我们还没有正式 宣布交往的时候 我发觉 原来你是个烂人 我就赶快 在还没有告白之前 就静静分掉 对 但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就是 两三个人就上床 对啊 我都觉得我们没法浸 我最近 我最近还碰到一个 匪夷所思的案例 哇塞 真是匪夷所思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外面租房子 然后他那个是公寓嘛 三间房 三个男生住 然后他要追他的 一个女性的同事 哇他好爱那个同事 只有约他到这个房间里 晚上来看电视啊 看电视啊 喝小酒啊 这样子 他就想要接近 接近那个女同事 就好想 都已经进你房间了 没有没有 不是房间 就是他们租的那个房子 那个客厅 就很好笑哦 喝那两个都忙了 两个都忙了 他另外一个室友回来 然后就加入说 你带新朋友来 小带你带新朋友来 我们一起再喝两杯 结果真的 我这个朋友先倒了啦 先喝醉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就要进厕所的时候 然后刷牙 刷牙之后 他走出来 就看到这个 他想要追这女孩子 从他那个室友的房间走出来 然后他 他说我第一句问他说 你们做了吗 就他女的说 做了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要追你 那女的跟他讲说 那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讲 可是我已经答应要做他女朋友了 这个不要追吧 不是不是真的哦 不是 这样就已经被他做了 对 我说一个晚上 那还可以陪啊 那还可以陪啊 那一个晚上去陪陪女朋友 我觉得 你是那麽现在日神调查 就说 不认识 认识给你门而已 叫他挖去 现在很多男性是草行 草食男 就是说我对生活 或者对性 其实我没有积极的企图心 我认为 对性没有积极企图心 对 他就说 他可以对着那个A片 做A片 然后DIY就好了 所以他觉得说 你对现实的人还要追 还要不答应 还要怎样 所以有 有几乎达六成的那个草食男 在二十多岁到四十四岁之间 有这么多草食男 就说 我对你是不是要追女朋友 这件事 我觉得OK啦 不追也无所谓 嗯 他说其实 女孩子 反而比男生有 有那个 小泰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 你酒量不如人 你为什么要 还约人家喝酒 还要喝酒 还要喝酒 对啊 当然我还念我朋友说 你真的 你别人设计一堆事 你也要套嘴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没有 结果我那个朋友 他也奸真 他奸真到什么之后 他跟我说 他说 欸 兄弟 我问你 我跟你讲 我要去找那个男的 我要找我室友谈判 我说你要谈什么 他说我要跟他讲 他是我要追的对象 你有先讲吗 蛤 你有先讲 没有啊 他说事后要讲 对啊 他说事后要去讲啊 他说事后要去讲啊 谈判什么 对啊 我说你要谈什么 就说要不要让啊 人家都已经那个了啊 他都鼓烟了 对啊人家都已经那个 他说他一直想要去跟他男生说 就那么一次欸 就那么一次欸 他是我要追的对象 所以你这个算什么 我遇过一个医师 他的故事真的是 他后来他是当然在 他是 精神科也算权威啦 我觉得跟他很多人生经理也有关系 是未婚妻喔 已经是未婚妻了 然后因为他的好兄弟从美国回来 就是以前高中时候 都念很好的学校嘛 考医学院的 然后后来他的朋友去 就去美国读书很多年 他知道他有未婚妻了 他回从美国回来 特地约他见面吃饭 我这个医生朋友坐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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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坐这里 对不对 OK 当天吃饭嘛 就吃那么一次饭喔 天雷勾动地火 这两个天雷勾动地火 然后五天之后 他跟他要结束婚约 然后他跟他要在一起 然后一个月之后 他嫁给他一起去美国了 然后他这一个月 他说他那个时候 还在医学 还在住院医师 还是实习的时候 他那个同学也是医师 不是 那比医师还会赚钱 那是好朋友 好朋友 你那个朋友一定要很高兴 对啊 早点发现啊 及早治疗 因为他跟他之间 两个人显得很不扎实的感情 没有他们觉得很扎实啊 因为 那个美国朋友 没有赚得比他还多 没有啊 也OK而已 我觉得他可能不只是经济条件 对啊 他可能想要跟他去美国 他根本就不是 你跟医生朋友 根本就服侍找到了珍爱啊 他想说 那种缘分那种吸引力 真的是没有办法 没有 其实我觉得经济发现 你的这个朋友 他并不是 这个朋友 比如说我这个朋友 他的哥们兄弟 OK 也完全肆无忌惮了 就是喜欢就醉 反正你还没有结婚 你要告诉他 他一次 这怎么叫朋友 他一次发现 他一次发现 他后来好嘛 感情好嘛 结婚以后感情好 他的好朋友 没有把他当朋友 对啊 对啊 很多人听到我讲这故事 都非常的积极的问的是 他没什么好 这个你的好不好 都没有人问 这个医生后来好不好 医生后来一定会好 因为他自己是精神科医生 他很快就会适合 对啊 那个他婚约期好不好 你虽然他好还是不好 好也无所谓嘛 因为人家说不定找到真爱了 对啊 对啊 所以他是好吗 不知道 没人一定不知道 我们不应该 不希望别人不好 对了 但是如果说你跟这个人 比如说我们 有时候是相亲 我们亲爱的 你背我去看我们的男人 因为我抱歉嘛 结果告诉我 很重的说 我真的比较喜欢他 这种我觉得 这OK嘛 已经跟你的医生朋友 有婚约 未婚妻呢 所以到底好不好 未婚妻只会看到 对方可能 或许他觉得说 他有凶毛我比较喜欢 你也很难去讲 但是问题是 那你就不要轻易成为 这个人的未婚妻 你已经成为A的未婚妻 却跟A的朋友B 狂来看对眼 那我们怀疑 他们到美国去之后 那个B就是A的同学的 长官C 看对眼了 他就跟着他走了 所以我不会去诅咒他不好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跳船那么快的话 可是我跟你讲 你们现在讲都可以就量身 因为局外啊 当时在那个局里面的时候 他差点倒局 没有他倒局 他回去都自己开药开别人 对啊 真的啊 所以你不知道 你开始好不好 后来离婚了 后来离婚了 一定的 一定的 因为C跟D还有F都来了 对 who knows 因为他很快就会 switch换 对 所以你那个还只是 但我已经不能忍受了 我光是听我就不能忍受了 你只是想要追 没有追到 对啊 所以算 忽然之间 天雷勾动地固 看上面 可是我觉得人都还有要顾及很多的情意 对 情意 我跟他已经有婚约了 你怎么可能跟他速度那么快 可以不顾情意 那你把这个人当什么 对 你自己也 你对自己在外面的评价或者是内心 你自己要有谴责嘛 有情意的责任 你那个朋友 那你不是他的好朋友吗 那个人是未婚纸的 你跟他唱去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唱去也好啊 哎呦 这个人没有情意 那种爱情激情要来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就决定跟着感觉走 但人往往感觉都是错误的 我觉得每次的凶杀案发生之前 对不起 我再讲一个故事 刚好稍微想起来一个故事 那是我周遭的朋友 那年纪比较大了 那个时候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头罗 也已经 去当初一个人已经订婚了 订婚了 要结婚了 一个女生 他也是很喜欢她 这个精维天人 这样 要辱了 辱了人家的女人也你给他动 你不要再来纠缠 我已经订婚了 快要结婚了 那他认识那个男的吗 那个男的认识最男的 男的不认识 男的不认识 但是他你知道吗 闹智商也会唱过来 闹智商也会唱过来 但是讲实话 生我二三十年之后 那个太太很后悔 那个太太很后悔 为什么 他觉得没有珍惜她 对 抢过来很珍惜 对没有珍惜她 当时哪有哪没有 我觉得人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一时这样看得很好 再久相处之后 你才知道真正的个性 我意思是说 也没有幸福 也没有快乐 那个形同是 真的 婚约只是一纸巨纹而已 真的 你知道我这边也有一个比较老 其实他内心多谴责 对易景黑已经变婚的那个未婚夫 他都会对他很愧疚 很愧疚 他一辈子都很愧疚 宏尼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最解渴的就是白开水 虽然白开水他不甜也没有任何味道 可是他对身体最好 那你一开始喝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 哇这个好平淡 在男女交往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是强摘果实不甜 他用非常激烈的方式 就是在那一阵子 他一下子把他对你的passion全部都用完了 我一定要把你追过来 可是追过来以后可能反而就觉得乏味了 他就没用 勉强的事情 不会太好 强摘的果实有时候还蛮甜的 你是偷摘 那是偷摘 我讲一个熟摘的果实 你熟了以后你讲头发的 我讲一个有点 我讲一个有点哀伤的故事好不好 就大概就是我们玩几 再玩个十年左右 还是五年左右的那个年轻人 同样都是一个失踪 严平的中学 严平中学的样子 然后男生功课很好 女生功课比较差 可是那个男生在高中的时候就爱上他了 高一的时候就爱上这个女生 所以三年呢 早上去女孩子家接他上学 放学跟送他回去 然后就这样三年都感情很好 可是那个大学的时候 男的考上台大 女的考上那个静怡 你知道静怡那时候女校多夯吗 在那边啊 舞会不断的 这个女的 那他们那时候没有大哥大嘛 所以就是说固定 就是女孩子在打公共电话回去 给那个男孩子 就是两个这样 就是只能互动 台中台北 台中台北这样子 去到那边不到一学区 那个女的就不艰难 不打电话回去 因为有什么 每天开不完的舞会 真的啊 因为多么曼妙的男生 好多有趣 但是如果又是什么英文系 然后又是 对对对对 又漂亮 你知道我那时候同 那时候 呃我 我在补习班 我在补习班教授啊 他那个学生写来 他说老师我怎么觉得我大一的生活 跟舞女没有什么两样 哈哈哈哈哈哈 叙释舞会 Mitsuhlee 搞了一个月 嗯 好 这样学生写那男生 全更愿意开学嘛 对不对 迎心舞会 就搞了一个多月哦 OK 然后呢 现在就是耶诞舞会 对耶诞舞会 然后就寒假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从第一学期 觉得自己跟舞女有什么两样 你知道 中心大学的男生 变成五国苗 比较笨吧 那但是那个东海大学的 有一些还蛮洋派的男生啊 或者另外别的学校 因为那边男校很多 禁于一个女校 所以他不到医学期 他就 已经把这个男生 失去音讯 断讯了 结果这个男生就被二一嘛 二一以后 家人把他送到加拿大去 从此没有消息 这个女的就这样玩玩玩 玩到35岁结婚了 就生下一个小孩 小孩生下来就离婚了 所以呢 然后那个时候 他看到我的信箱是Glory Glory 他突然就是花狂的就崩溃了 他想到那个男的 那个英文名字叫Glory的样子 所以他写信来跟我 就可见很悲惨 他说他又 他曾经打电话到他老家去 要找这个人 找不到人 他姐妹回了电话 他假装是别的同学 他不敢让他知道是他 他说 他的家全部在加拿大的 这里他已经不回来了 所以那个女的就说 失忆落魄离婚之后 就开始回想到他的好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说 他问我说 他要不要就直接 他可以问到加拿大的 那个弟子他去 我说你现在去干嘛呢 你现在已经适时了 对不对 他也适时了 那人家有家庭 你会去把人家脑灶 对地有家庭 你怎么知道 我跟你讲 那个男孩子真的伤心到 那个父母也把这个女的 当成一个蛇靴 什么类似的 那个男孩子从台大 整个人生就完全变转了 个性也大变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不要玩一玩到40岁 还以为你还18岁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节目有在加拿大有播出 真的哦 我觉得那男的未必结婚啊 对啊 我一定还没有 但是干嘛呢 你这样伤害人家 但如果他真的很想要去的话 因为他现在也已经一个小孩离婚 我觉得他可以默默地去 看看是不是他的生活 那也不要去打扰人家的生活 但是这是个缘分 他现在又想起来了 我觉得也不用太去说 我一直没想起来 可是你有什么选择 再过30年 他还是在想这个事情 被劈腿试制的话呢 我刚才一直在想 因为小代是急性 我不要讲不要讲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讲 他可以用朋友的案例啊 想起第四次要 第四次 你可以讲你一个朋友 被劈腿试制 他又说 我这可能是讲话不算话 整个小代讲那个技巧你要学 我那个朋友 这一场没有用 你那个朋友第四次是怎么发生的 我那个朋友呢 第四次就是因为 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我的处理方法真的比较 不会像发生这么多的这个 因为那时候我在追某一个 就是当然啦 某一个别台的 每一个女生就好了 某一个女生 某一个女生 那时候我没有车子 那想想追他 那觉得自己很贫穷 穷酸 那想要出去玩 那刚开始都骑摩托车 觉得这样也开始骑摩托车很丢脸 那我就跟另外一个别台的同事 另外一个男生 另外一个男生 对对对对 现在当主播了嘛 好 好 我不阻止你 我不阻止你 不阻止你 也阻止你 没有 对你要自己灭亡 可以一个男生借着车 去再喜欢你 没有 我都来说说 你要不要一起来 刚才一起来玩嘛 那我也请那个女孩子 也带一个女孩子 因为喜欢这样子嘛 你也带个女朋友 我带给我的男朋友 互相联姻介绍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叫做对比较好死杀 对 那我好意 结果车子开来了 这样子 混合霜 以前是抽 以前是抽机车钥匙 你现在抽旁边 我喝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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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好 好来 继续 作对施杀嘛 对 然后就开车 就上阳明山去玩 那我觉得说 互相介绍 搞不好他跟他的朋友 可以蹦出爱的火花 对不对 所以我们坐后座 然后让他开车 他自己的车他自己开 然后就旁边坐一个女孩子 想说前面让他们好好聊 然后我们在后面这样子 温泉 对 那天上阳明山 然后去吃那个 什么榕树 那个饭头嘛 然后吃得好高兴 大家大家互相留电话 我想说 看到大家这样互相热热 我也很高兴 就那天下来之后呢 一下山 就 那个女孩子 我再也联络不到她 很奇怪 一直去 后来就打电话给她 人是才一天喔 才一天 那天是当时 要到对方的电话的 对 那在杨明山上面 已经就互相留 都在这个圈子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难吗 对啊 然后后来就有一次 因为某个刑案很大 然后我又跟她 就是同 但因为记者都知道 同场会连线故意掰 又同场相遇了 然后呢 没有一直 因为我不知道 这次我都不知道 然后就她 她要去上厕所 她就把手机说 诶 你知道 你帮我顾一下 我说好啊 反正她隔壁连线而已嘛 然后我就在那边连 连完之后 那手机 诶 响了 看那个名字 诶 譬如说 我就看美人 诶 这不是我要追没拽到的女孩 那一年我没追到的女孩 怎么会她电话要想 那我想说 因为那时候是用那个 Sony S的那个 会翻盖的那个 我就手一直放在这边 有没有翻 翻了就接了嘛 不翻的话就这样子 他一直犹豫丢毒 我就想啊 算了 算了 这样子 因为搞不好她找她有什么事 要帮忙什么 后来 她一出来她都有没有电话 我说 不知道咧 你看一下好像有一只电话 我说她一看都 哦 我妈啦 我就懂了 因为没事情 你不会说白菜 你到不了跟我讲说 嘿 美人啦 就是美人哪的啦 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很聪明 可是我给你发问一下 其实她应该没有必要 把手机拿给你上厕所 她可能故意让你知道 她们 哎呦 对啊 有这种可能 对啊 她也没 也不管 反正她讲完 她意思是说你要追就追我妈 她不知道怎么说 她不知道 因为她根本 但是你要追女儿她也知道 那你们又是兄弟 所以出去玩 可是 后来可能也因为 女生漂亮或怎么样 我真的 后来她去追了 然后也在一起了 她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讲 她已经跟那个人在一起了 没有 后来 所以她用这个方式让你知道 你知道吗 也许吧 然后后来 anyway 她回来我就说 那你妈跟你讲什么 今天晚上维格见 她说 我妈就交代我一些事情 叫我今天 什么 要在家里等她 什么的 这样子 后来呢 我就大概 后来就这样经过 那没多久了 那个女孩子 没人 她就打电话给我 她就说她想找我 我说你消失了一个多月了 怎么突然要找我 她说没有 我心情很不好 那我说好啊 那就出来聊聊天啊 吃吃饭 每次都一直哭 从第一天吃 第二天吃 每天哭 每天吃每天哭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她说没有啦 那就 因为这个心情真的不好 这样子 然后后来 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她说那我当你女朋友 这样 那我就说 那她当很高兴啊 真的要死要活的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 我说好 那我们就在一起 但是 但是我有件事情 要跟你讲 我说 你是不是跟伟汉在一起过 我直接 就给她吐滑了 我说 她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说 我有一次就接 看到她的手机有你电话 然后她说 后来说她妈接的 她跟我讲 她妈就是我 然后 然后她们 就是那天她找她 到她家里面 她们那天就 就是慧英老师讲的 就发生了那样子的关系 然后后来就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 我原谅了 我选择原谅了 我讲的是 如果你们有觉得不对 我觉得就stop了 但是我是笨 我觉得她一定会为了我而改变 我想相信很多人 都因为这句话而在一起 嗯 结果呢 在一起一年 两年四个月之后 她一模一样的理由 离开我 你有另外一个人 因为那时候刚好发生 那个SARS期间 我太久没有跟她见面 结果她 有一个男的对她特别照顾 她就跟那个男的走了 就走了 我说 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呢 我对你那么好 还原谅你前面那一段 她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没有照顾我 所以我就说 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都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我也是 因为我二三都被劈 都被劈腿 我觉得我人格特质也有问题 我觉得我也认 是不是都会接受 我也不是人格特质 有时候是体力 体力 我喝喝喝喝喝喝喝 我都觉得我自己 在某些人格特质有问题 我给自己取一个愿 我跟自己讲 我一年之内 我不要接受任何的感情 我所有的女孩子 所有的 你自己觉得她不错 我都不要这种那头全断 所有跟女孩子出去机会 我都不要 我全部都没有 一直我跟自己讲 譬如说我12月14号 我就到第二年的12月14号 之前所有东西我视而不见 我觉得后来就遇到好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应该要沉淀下来 有时候我敢说 人生还是你的 可能应该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讲的行情好好 我要规定我自己 这一年都要视而不见 表示一直有人在你面前 是 那你还克制自己 是 是啊 那你对那种 每天张开眼睛 要看的制作人 他怎么回 他是看不到 等下15本会背过来 我常情那时候还 我尾翰你那时候也知道吗 你电视圈好乱 你很为难尾翰 你很为难尾翰 那要说对还是说不对呢 我说人生要有情意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是他的孙子 他是收养的 孙子 这阿嬷的名字怎么会加润 这个孙子 一个还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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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生四十岁 女生四十岁 男生三十几岁 这种人应该是不要嫌 不要嫌 对不对 没有情到这个程度 这阿嬷 喂 这水 给他喝这个水 喝到里面已经成千了 就是我说阿嬷可以 哇 是三十岁 连养狗都没有人这样养 如果你爱狗的话 你看他阿嬷已经瘦成这样了 这两个孙子 把阿嬷当狗养 阿嬷现在被社工给安置起来 其实 我觉得或许我们的社会 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今天讨论这几个东西 就是没有责任感 杀人什么 就是觉得 其实我真的很难去讲说 这个孙子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他们的阿嬷 现在的社会 给这些年轻人太多自由 他们都觉得说我想要享受 不享受我要抗议 那这个阿嬷这样子 他这是阿嬷 老公已经过世了 但是没有过世的年轻人 因为收养一个女儿 因为没有生 那个女儿大后 有嫁人 所以她有一个女孩 十二 不好意思 这对女孩和女孩也都过世了 所以生了孙子 生了孙子 一个女孩和一个女孩 孙子虽然是收养来的 可是 大家说是困在家里 困在仓库 这是村库 这是房子 这不是民村 不是 这两个孙子阿嬷一大 一大 一大 因为她爸爸妈妈找妖 现在一个是三十岁 一个是二十 阿嬷还没打拼 阿嬷都在料理阴 对 说用膏子吃的小脸盆 但是一天再吃一盆而已 一盆又是 有时候是猪鼻牵 拿来的 水呢 让她喝 这个什么 自来水 自来水 自来水可能会不会温 里面用生青苔 如果没有汹煮水 她说不可以了 她说这也会喝一下 然后她包什么 你知道吗 有竹子 有竹子 阿嬷会去捞 因为不舒服 里面可能很久没有跟她换 用塑胶绳 手把他拔 他怕他手去摸 所以他感觉弄在那里 没有去摸 不错 肚子整个都是塞胶 多久没洗股枯 你知道吗 半年 半年 半年没洗股枯 瘦成这样 这应该是枯萝 你看她有穿那个尿布 可是她其实 你看她那个垫子上面 对 对 对 她表示说她就是 她就是让她这样 使尿其流都没有在管她 不是我她说 这阿嬷的名字怎么会这么润 86岁 我今天有跟那个议员 有特别再去联络她 这如果身体不好 这一星期就死了 真的 没有人 阿嬷说要有心声 她说 我会死吗 我死有人知道吗 不死也不活 你是要叫我怎么 不死也不活 她也希望她死死了 已经绝望了 她会讲这种话 大家就绝望 对不对 头脑是清楚的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今天特别跟那个议员有联络 我说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真的光看这个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 红林 大笔 都出品不能 没人知道 出品知道 所以出品有的会送饭 出品送饭算好心吗 你知道那两个孙子说什么 你送饭会放晒 她说这样 你付这些 对 吃饭会放晒 要把阿嬷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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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三档吃一档 这些议员 我觉得是 真的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云林的议员 云林这位议员 叫什么 好像叫蔡 蔡东富 蔡东富议员 对我真的是深深的替你致敬 然后现在她还在持续关心她 她说 她说这个问题 比我们想象还要更严重 我说我本来议员你们写的太严重了 是不是中间有makeup 因为 因为大家常常会 因为我今天有看到有些网友 那个很 比较不理智的 什么话 他讲这么可怜 是很必要 我觉得 所以我特别去了解 你知道吗 这一对的养子养女 蔡玉的他担心说 一定要把阿嬷处理得好 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让人这么做 你知道吗 坏 记者要问坏 他们觉得说 因为这一个月只有七千块的老农金贴 对这一对的养孙女 不够了 阿嬷有一笔财 他们甚至 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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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 他担心 就是杀人了 就更可怕 更恐怖 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说怎么办 因为现在民众 善款又全部都涌进来 但是如果这个善款 因为法律有规定 我觉得我们法律是不是应该做 这法律有规定 这个善款 如果非直系亲属 或者是自己家人 不可以灌 不可以让理督灌 不可以让代表纪元灌 这一定会影响 那他的新人是什么 再新人 所以你要怎样 有事 这层口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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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他的床處理 來 我們先休息 不會都八十五歲 這八十人 我剛才說的是 我剛才聽到一個朋友 一個長輩在美國生病 回來他去看 回來說美國現在醫療設備怎麼這麼好 對老人的照顧 OK 他說那個病床太了不起了 他每天去醫院就是看那張床 那個床可以完全整個坐起來 所以對那種臥床的人 你要把它翻起來有沒有 像一些老人安養中心有沒有 他要把老人從床上抱起來 現在都不用自己抱 都用機器用一個毯子 用一個毯子放進去 然後機器進去 把用那個毯子拉起來 然後移出來放下去 不然那個照顧的人會受傷 所以他會推一台機器 這都已經落伍了 美國現在他說那張床 造價大概要一萬美金一張床 他是可以整個直立坐起來 就變成椅子這樣坐下來 好就很方便了 然後還可以側翻 他是我們通常就是床 就是只能這樣這樣對不對 他是可以側 OK 所以可以幫他翻身 然後再來他上去 你躺上去之後他會側你的體重 每天給你就可以量體重 還有你隨便離開那個床 那個床會叫 會有聲音會叫這樣子 對 所以然後那個床那個底下那個 那個護欄有沒有 一拉上來之後呢 你推怎樣都推不動 所以會非常非常的這個安全 然後他們現在呢 掉點滴有沒有 都還有一個那個警示器 就是他會他在旁邊看 他說突然叫了 就是Air in tune 就是那個那個 有空氣 有空氣進去 所以他趕快來調這樣子 都會計時 然後你要一個晚上 你總共要給他滴50滴 他就是滴50滴 他也不會多滴 這樣子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的所有的那個 他會裝 進去就裝一個管子 大概五個洞 就是五種東西 你要測什麼心跳血壓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一次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住了15天 開完刀 然後呢 出院之後呢 因為他是整個Medicare的一個系統 OK 他會有每天有兩個小時 是有護理人員 有護理背景的人來你家 協助你做事情 協助你把你打理好 再有兩個小時是helper 就是來幫你做復健的 然後到晚上還有一個護士 是真正的護士 來幫你看你所有的 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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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one 一個 美國的健保鐵器 他是國家都國家戶 還是保險公司 就是老人照顧的啊 照顧老人啊 就是這樣 他會不會 他很高的 那個醫療那個是保險公司 所以其實應該保險 他也有保險 有私人的保險公司 沒有就是你有繳稅 你在那邊長期 你就是一輩子有繳稅 就有這樣的待遇 對就有這樣的待遇 那我這樣算一算看 沒問題 隨便念大概就四五個人 四五個人照顧一個 每天呢 就是兩個小時 有的復健師來你家 因為他覺得在家裡照顧是 是比較 對老人家比較方便的 然後 就是你看 每天有三個人會來你家 那我們台灣真的 一個社工要服務 兩百多個啊 一百 對啊 你看那個床 幫助多少 所以美國為什麼 就是他們沒有 英文沒有孝順這兩個 為什麼 因為國家幫你照顧了 用福利跟制度 來幫你弄好啊 你就可能兩個孫子啊 我們才 問他們說 養兒防老啊 他們不是這種官員 不好玩 來吧 對啊 走吧